我覺得曹新城讓我感動的是說 他看到了台灣藏起來 說真的大家太平日子過久了 我們武器越買越精良 我們也有訓練有數的部隊 但是這不夠 你必須全民要精神動員 然後呢 不是只有一般的民防而已 而是說你真的知道 萬一戰爭時候發生 你該怎麼救護 你該怎麼自救 你該怎麼救人 你該怎麼運輸等等的 那甚至於保槍神授手 你想想看 共產黨想的是什麼 我可以告訴各位 謝謝裴洛西來 讓我們台灣先演習一次了 為什麼 你都可以想得到 到時候他打台灣 他一定是什麼 第一 他先給你網攻 網路攻擊 紊亂你的內部 一大堆假消息 讓你明星煥散 接下來呢 一定是飛彈很多 對不對 然後他的航母 東風飛彈這些都弄出來 為什麼 他就防止美國跟日本來相助嘛 那如果能夠區域拒止 反介入的話 他認為他到時候萬船齊發 登陸嘛 台灣撐不過三天 生米煮成熟飯 我們就守到勤來啦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們不只是武器之外 我們不只是美國跟日本 還有好多友好國家 跟我們站在一起 台灣如果人人 大家有全民國防的話 你那我老共敢隨便打你嗎 絕對不敢嘛 我一上岸的結果 我可能 伸手就跑到弄了 然後我想要對他怎麼樣 台灣人 這個大家有精神動員 有這個意志 對 其實面對共產黨最重要是什麼 你知道嗎 讓他不敢打 我們備戰是為了避戰 這個觀念非常的重要 反而是像柯文哲 或是國民黨一些人 那種投降主義 才會讓台灣變成危機嘛 為什麼 共產黨說得這麼多麻煩嘛 他相信什麼 相信拳頭大德 他為什麼不敢對老美怎麼樣 因為軍頭部比他更大 所以台灣就必須要展現出 我們的意志出來 他不敢把他推你軟的 但現在柯文哲最糟糕的事情 還有國民黨一些高層 最糟糕的事情是什麼你知道嗎 永遠把責任說到自己身上來 不對話 民進黨的問題 不是吧 是你中國吧 設前提吧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寶箱神社 黑熊學院 大家這麼樣子有熱情 柯文哲講那個話 像義和團一樣 對 林以夢講得太好了 柯文哲 你早發性失智是不是 前天講的話 隔兩天 怨不改色的就忘記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說呢 他呢 甚至於 我就講一個例子 過去柯文哲曾經講什麼 你知道台灣滾頭部也沒變那麼大 在那邊大小聲笑死人 他甚至比喻過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啊 他說 台灣喔 不要眼睛盯著銀行就想搶錢 忘記旁邊一個警察 銀行是誰啊 銀行就是美國嘛 台灣呢 台灣是強盜 是小偷 他是這樣比喻 對 警察是誰 是中國 這個就是柯文哲 在 deck 他都是非常認識的 小偷 走 感谢观看